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登场的是新都乡城体育中心 这里将作为成都大运会女子水球项目比赛场地 以及篮球项目训练场地 隐藏在这里的黑颗镜呢 就是我们场馆外广场区域进行的海绵城市建筑材料 透水或泥土进行的路面铺装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我们把水倒进这个地面 可以看到不到三秒钟 我们的水就已经完全的浸透了 这样的路面通过雨水的回收 我们可以全年节水在3000吨以上 耗水量呢降低了20% 可以满足我们整个场馆区域内 绿化养护的用水 当然除了新都乡城体育中心外 在凤凰山体育馆还有一个了不得的双胞胎科技 那就是以数字轮身为核心技术的三维纺织模型 开合数字化云支撑平台 它集合了端加云加大数据 为凤凰山体育馆搭建了三维可视化管理平台 能对能耗进行综合分析管理 实现能耗的有效管控 投用后将降低约15%的能源消耗 提升约20%的设备运行效率 运为人员成本减少约60% 科技智慧早已成为了本次大运会场馆的关键词 在高新体育中心 不但有乒乓球教练机器人 还有指纹识别智能橱柜 电子科大篮球场馆启用了并没生物智慧监测系统 能快速其实地掌握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 弥补因人为监测 在时间能力方面的差异化不足带来的漏爆风险 当然利用一些小巧省的改动 自然巧妙地实现节能 比如成都大学排球馆等既有场馆的改造 没有做大开大挖的大手术 而是充分利用大运会契机 优化自然通风和采光 加装布袋风管 使用能在夏天降温10摄氏度以上的 喷雾降温系统等 用小巧省的办法 实现了场馆低碳 节能 环保效果的最大化 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 为场馆建设难点破题 实现了从设计图到实景的落地 也能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 为这满满的科技感点赞 小新看大运 精彩分成 一网打劲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